中国放眼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可以取得5%的增长率 略跌于去年的5.2% 中国总理李强解释 今年的增长目标和去年类似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中国将会需要更强有力的政府刺激措施 因为中国经济仰赖于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 而这已经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如山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 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意思 需要政策聚焦发力 工作加倍努力 各方面齐心协力 李强今早在人大会议发表 政府年度报告时表明 中国必须努力转变发展的方式 遏制工业产能过剩 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 以及减少地方政府的浪费性支出 才能够确保今年经济取得目标增长 这是他上任中国总理以来第一份工作报告 李强表明 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预计上涨3%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粮食的产量则是预计将会超过1.3兆公斤 本届人大会议从今天上午开幕 直到下个星期一的下午闭幕 一共为期7天